第六章 那时,门徒僧多,有说西里尼话的犹太人,向西伯来人发怨言,因为在天天的攻击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,对他们说,我们偏下神的道,去管理范食,原是不合一的。 所以弟兄们,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,被圣灵充满,智慧充足的人,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,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 大众都喜悦之话,就拣选了斯提反,乃是大有信心,圣灵充满的人,又拣选菲利,波罗哥罗,尼加罗,提门,巴米拿,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二人尼克拉,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,使徒祷告了,就按手在他们头上。 神的道兴旺起来,在耶路撒冷门徒树木加增的甚多,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。 斯提反满的恩惠能力,在民间行了大骑士和神祭。 当时有称利百蒂拿会堂的几个人,并有古利奈、亚历山大、基利加、亚西亚各种会堂的几个人,都起来和斯提反辩论。 斯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,众人抵挡不住,就买出人来说,我们听见他说傍夺摩西和神的话。 他们又耸动了百姓、长老并文士,就忽然来捉拿他,把他带到工会去,设下假见证说,这个人说话,不住地遭见圣索和律法。 我们曾经听见他说,这拿撒的人耶稣要毁坏此地,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。 在工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,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 其实,他在工会里坐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